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是个书呆子 因为不懂得讨女孩子欢心而惨遭劈腿 毕业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恋爱专家 专门帮助男人俘获女神的芳心 他把男性的弱点和女性的喜好研究透彻 并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爱情法则 第一步引起注意 第二步引起共鸣 第三步表达倾慕之心 根据这套法则 他成功的帮助了上百名 在感情上遇到同样困难的男人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人的单都会接 如果客户只是想和约会对象上床 并没有真心的想和对方在一起 那就会像这位一样 被吸食充满正义感的胖走一顿 这次吸食的客户是一个胖子 胖子在一个当红女星的财务团队里做顾问 但他却爱上了那个女明星 身份上的巨大悬殊让胖子感到自卑 为了帮助胖子 吸食对他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然后胖子根据吸食的指示 在会议上突击制胜反对了女明星提出了意见 果然胖子与众不同的做法 引起了女明星的注意 女明星还跟他单独约见 与此同时呢 吸食在工作中遇见了八卦记者沙拉 吸食对沙拉一见钟情 但沙拉却对吸食十分有戒备心 吸食为了引起沙拉的注意 专门寄了一个对讲机到她的报社 狂轰滥炸下终于约到了沙拉 为了获得沙拉的好感 吸食为沙拉找到了 她失踪已久的曾祖父的签名 本以为沙拉会大受感动投入她的怀抱 没想到的是沙拉的曾祖父 是因为被通缉才失踪的 这一直是沙拉家的一个丑闻 简直是尴尬至极啊 没想到情圣第一次约会就翻车 以前一直通用的约会法则也失去了作用 与此同时胖子那边却进行得十分顺利 胖子根据吸食的指导和女明星进行了约会 还和他的好友进行了交流 成功地获得了女明星的好感 之后两人顺利地进行了第二次约会 这次约会他们还进行了亲密的举动 晚上胖子送女明星回家 他本来想根据吸食交的方法去强吻女明星 但他却开始犯怂 可是他又害怕自己错过 于是撅着嘴等待女明星的回应 女明星虽然稍有迟疑 却还是回应了他 俩人也正式地确立了关系 而沙拉那边发现了吸食认识胖子 为了掏一些八卦 再次约吸食见面 却误打误撞地为吸食吃下了让他过敏的食物 吸食只好肿着半张脸到药店 原本对他十分顾忌的沙拉 看到过敏后天真烂漫的吸食 终于渐渐地被他打动 俩人也成功地走在了一起 但天有不测风云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被吸食胖揍的那个渣男呢 那个渣男睡了沙拉的好友 然后拍拍屁股跑了 渣男还说是吸食在对自己进行约会指导 这下沙拉气得够呛 他认为吸食这是在帮男人欺骗女人的感情 他还发现胖子也是因为吸食的指导 才成功俘获女明星的心的 于是他将吸食指导胖子的事曝光 女明星十分伤心地和胖子分了手 而沙拉呢也和吸食彻底玩完 为了帮胖子追回女明星的心 吸食去向女明星解释 女明星相信了他成功和胖子和好 最后吸食也去向沙拉解释 自己拒绝了那个伤害他朋友的人 而对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 最后沙拉原谅了他 而电影里的所有情人都终成眷属 这部电影呢是上映于2005年的爱情喜剧 全民情敌 曾获得第32届人民选择奖的最受欢迎喜剧提名 也让吸食的扮演者威尔斯密斯 获得了最佳喜剧男演员奖 电影通过胖子和女明星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面前仍然平等 不要因为身份的差距而自卑 也通过吸食和沙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切既定的规则在爱情面前都无用 放心大胆地去追求你的真爱吧 说不定对方也在等待你的行动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咯